三姐, 薯仔買了回來 我看怕開派對, 每個人都吃薯片 你們倆做薯片嗎? 是薯片, 不過不是你所想的薯片 是, 用薯仔切片 雞油甘腿煎焗薯片 現在薯仔需要之前做什麼工夫? 是, 刨了, 用鹽水浸, 它就不會氧化了 這是金華果腿, 我們的肥肉, 讓它慢慢煎出來 我們要出水的, 出水的嗎? 已經出水了, 抹乾它, 留點油 我們切了油, 這是什麼? 這是雞油, 雞油? 怎樣做雞油? 雞油也是, 買雞肉回來就有雞油 洗乾淨, 即是雞皮, 放進鍋子裡 慢慢煎, 煎至油出來了 出來了, 火的就是雞油 對了, 我們今天加雞油 為甚麼加這個, 加這個比較香? 比較香 老實說, 我沒有太多工夫做的 隨便甚麼油都可以 對, 放進鍋子裡, 放一點花筍 放一點雞油 放一點雞油 對, 放一點薑 這個煎半焗的 煎至差不多, 加一點上湯 然後慢慢焗 要慢慢來的, 這個不可以浸 我想像你的薯仔是軟的, 是嗎? 是軟的, 不是軟的 所以你說不是我想像中的薯片 沒錯, 沒錯 這個火腿片放進去, 稍微爆炒 一定要爆炒的, 不爆不香 沒錯, 爆炒, 別太大火, 慢火 這個金華火也有油出來的 有, 多少油 好, 這個時間我們把薯仔放進去 初初在味道焦焦或焦香的時間 你可以在這個時間快炒 然後放進去 金華火腿味很香 是嗎? 因為現在金華火腿已經有鹽 不需要加任何東西 現在不需要加 那就要炒糖 稍後, 別這麼快 好, 看到它這樣 我們要加上湯, 慢慢焗 不要多, 待會再放進去 多放一點, 好… 金華火腿盡量放在底下 因為上湯燜一下 味道就會出來了 有點像做鮑魚的鹽味 金華火腿墊底 已經差不多了, 開來看看好不好 好 好香 對了, 我看你乾了邊了 對, 乾邊了 還有, 叫什麼? 入曬心嗎? 入曬心 對, 放一點糖 對, 放一點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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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們說金華火腿的鹹味 對 要這樣黏黏的鑊 對 對, 要這樣黏黏的鑊 有一點焦焦的感覺 因為很高的粉質 所以不黏鑊的鑊 很棒 真的有焦焦的味道 對…有一點焦焦的味道 對, 要這樣才夠香 好, 就是這個了 對 雞油金腿 煎焗… 煎焗薯仔 天…